1960 南北疆12天 下半場 北疆篇 為什麼叫下半場 因為這個團隊太長 經常12天 將它斬開兩邊 一邊講南疆 另一邊講北疆 你為了一般來講北疆收客的情況比南疆好 可能北疆的旅遊條件會好一點 馬上去篇 全程使用奧附輯機和DJI航拍機 這麼好的旅遊 當然由旅遊360提供 上回講到我們玩完天生的中部 亦即是班布洛克和娜拉提這兩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住在伊寧這個地方 伊寧正宗是北疆 換言言之 我們整個北疆團隊由伊寧出發 首先我們會玩到塞里木湖 由伊寧出發 我們會經過果子溝大橋 果子溝大橋來講 以前屬於行程之一 為什麼 因為是一個世紀工程來的 但是你說放開疫情之後2024年 果子溝大橋是否一個景點 因為它是一條高速公路 還有現在全中國看大橋最多的地方 在我們廣東 香港 廣珠道大橋 或者深中通道那裡 不論如何 你怎樣都要走果子溝大橋 因為你要去到塞里木湖 一定要經過果子溝大橋 塞里木湖也叫做大西洋最下滴眼淚 為什麼叫大西洋最下滴眼淚 因為海風從大西洋那邊吹過來這裡 最遠的地方就是吹到這裡 作為在海邊長大的人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玩完塞里木湖之後 好了 我們去到克拉馬伊士 烏爾和世界魔鬼城 這是它大門櫃的標誌 魔鬼之眼 玩這個魔鬼城的方法很簡單 乘坐當地的小火車 一排坐四個人 整架小火車可以坐到七八十人 這個景點三分靠聽 七分靠想像力 原來這兩個是什麼 是海獅來的 不說你不知道吧 整架小火車會總共停五個站 第一個站就是那個彩石油區 也就是看以前人家怎樣去彩石油 這個站可樂可樂可樂 第二個站就是叫做樂塘園 也就是這個畫面 非常之美 第三個叫做七劍夏天山 第四個叫做鵝虎藏龍 第五個叫做恐龍谷 恐龍谷最主要是賣東西 一般來說都不建議 換言之 整個景區最好玩的就是二三四 你說為什麼第三個和第四個的名字 這麼熟悉的呢 沒錯是一個電影在那裡取景 也就是七劍夏天山 和鵝虎藏龍的取景地 是不是很有這個氣勢 挺有趣的這個景點 值得一來 整個遊覽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就會繼續前往北部 在一個叫做五彩灘的地方 也叫做上帝的調色盤 當你遇上好天氣的時候 特別是日落的時分 你來到這邊 陽光打下去 整個地貌會是非常之美 紅色、橙色、黃色 周邊的樹是綠色 然後河也是藍色 整個畫面是很色彩的 除了可以看到五彩灘的景貌之外 附近也有很多大風車在 也可以感受一下我們國家的風力發電 到底去到幾厲害的情況 而畫面那條河叫做阿爾齊斯河 是我們國家唯一一條 流入北冰原的河流 也就是向北流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景點 因為這個景點 什麼顏色都有 而秋天來的話 對面的樹 有些會黃色 更加美 而那晚我們會住在布爾津 一個旅遊大城市 那邊的酒店也是非常之美 還有北疆的屯飯 為什麼會特別貴呢 原來北疆的酒店也是最貴 因為北疆最多人來 而布爾津作為一個旅遊城市 它也有很多野家可以走 包括海船門的俄羅斯風情小街 另外有一個叫做網紅新景點 那哈納斯塔橋 很開心的來到這個夜市 你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玩 帶人的擺檔的 全部是很休閒的 你會見到很多種不同的小數民族 都在和平共處 非常之開心的 而第二天我們正式出發 前往這個和牧村 也就是整個北疆最火旺的地方 和牧村 白哈巴村 哈納斯基本上都是附近的 所以布爾津是一個旅遊大城市 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裡最新出的和牧新景點 雲霄峰 我自己非常之推薦 雲霄峰寫在我們北疆行程中的 指揮項目 但是為什麼不寫正式行程 因為它是要搭纜車上去的 如果你那天太大風 或者遇上惡劣天氣 它是不開的 而這個地方也是非常之值得來 如果天氣許海的情況下 做這個指揮 令到客人可以上去雲霄峰 側山望四角的那個位置 感受會更加好 整個雲霄峰的遊覽方法 非常之簡單 是需要坐兩段纜車 每段纜車坐10分鐘左右 第一段會坐到上一個叫做 望雲台這個地方 海拔2150米 那裏夏天可以拍照 打卡冬天這邊的滑雪場 非常之正 拍照時間 在那個平台上大概10分鐘左右 然後就上第二段纜車 會上到正式的景點 叫做雲霄峰 這裏後面 就是俄羅斯 哈薩斯坦 和蒙古國 後面的是我們中國 即所謂的一山望四的地方 你會見到 上來的話 客人的感覺是很開心的 因為上面也有本身的音樂 餐廳 它的旅遊配套是非常之充足充裕的 最重要是什麼 又不用走的 坐纜車上來舒舒服服 所以很多客人都會去這個雲霄峰 我也都相信 我這團是香港第一團 過去這個雲霄峰 因為基本上 暫時沒有旅人寫 將雲霄峰寫在行程上 因為它是去年2023年 才出的產品 雲霄峰整個遊覽時間 連馬纜車大概是兩個多小時 然後就下山 去到最傳統最出名的景點 和牧村 和牧村亦都叫做 桃瓦人的村落 亦都叫做 神的厚花園 因為真的非常之美 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將它 比喻成為瑞士 你會見到它的屋頂 全部都是很斜的 好像日本的合掌村 沒錯 因為它冬天也會下非常之大雪 而剛才那個畫面 就叫做 觀景台影下來的畫面 為何去觀景台呢 非常之簡單 我們搭回景區車 去到橋頭的地方下車 然後經過和牧橋 過和牧河 進去經過八華林 就會見到上去觀景台的路 夏天來的話 綠草餘蔭 秋天來的話 這邊全部都是金黃色的 看不見到1點鐘的平台 就是觀景台 由和牧橋出發的話 大概是20分鐘左右 就可以上去 如果你懶的話 你可以騎馬上去 騎馬的話 好像是八六元來回 走到就盡量走上去 因為其實不算太過遠 走得快15分鐘左右 上面拍下來的效果 就是這樣 所以每天早上 最多人拍照的地方 就是這裡 因為日出非常漂亮 所以當地酒店 為何這麼貴 就因為整大群 攝影發燒友 全部都住在這裡 拍他的日出 這邊的酒店貴成怎樣 可以告訴大家 去年炒至一萬元一晚 這間是當地 差不多算是最好的酒店 都很漂亮 你猜不到有這麼漂亮的 在和牧村的酒店 給大家看一看 他們過萬元的房間是怎樣的 人家檢查完之後 我們就去參觀一下 除了有餓室之外 走進去的話 還有洗衣機 我真的猜不到吧 不過怎麼說 雖然它貴 但未必一定是好 因為當地屬於山區 可能有蜘蛛之類 所以未必是間間旅人社會做的 我們玩完和牧村之後 就上去夏納斯 即是最有名的 鵝龍灣、月亮灣、神仙灣 和夏納斯湖的景點 遊覽方法也非常簡單 我們在山腳坐過景區車 上到上面的轉乘中心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那裡有幾條隊 你看自己去哪個景點就可以了 還有要跟大家說一件事 今年的官員台是實施免票政策 但你必須去到景區裡面 當日拿票 才可以預約上官員台 沒錯 說得比較難聽 如果你不能預約到票 不好意思 官員台就下年見 還有一種方法上去 就是包車 類似九寨溝 有幾千元 很多團友去分擔 然後你的車去哪裏 就去哪裏 你想去月亮灣就月亮灣 去鵝龍灣就鵝龍灣 去這個官員台就官員台 你說官員台 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來呢 我自己覺得 都還可以 因為可以看整個夏立斯的景貌 也就是那三個彎 另外夏立斯湖都可以看得到 但又要這樣說 你基本上你下車的位 都可以看不到那三個彎 是看不到夏立斯湖 即是說得難聽些 你不走上去都沒有問題 你說坐什麼車上去 就去到轉型中心那裏 然後排隊 坐這隻22座的小型巴士上去 上到山中間 你就可以選擇行路 或者騎馬上去 這段我選擇了騎馬上去 騎馬的費用 單程是82元 來回是240元 時間大概是騎10分鐘左右 就上去 非常安全 因為前面有隻牽頭馬 然後有隻馬慢慢走上去 去到大概距離官員台 還有100級樓梯的地方 他就會落馬 落馬之後 那100級樓梯 就要靠你自己的毅力走上去 就看到整個夏立斯湖 漂亮嗎 然後還可以看到最遠的 叫做友誼峰 也就是俄羅斯方向 北方友誼峰 整個遊覽時間大概是 一個半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就下山 我們就排出去 去賈登御服務中心那邊 也就是下山的方向 第一個站會停到的 叫做神仙灣 神仙灣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看這個日出 因為日出時間 夏立斯這邊會起霧 很多攝影法師會有 特地過來拍這陣霧氣 整個仙境 所以叫做神仙灣 第二個灣叫做月亮灣 也就是夏立斯景區的明信片 而這三個灣是相通的 可以由神仙灣 然後跟著這條站道 慢慢走去第二個灣 月亮灣 然後由月亮灣 再走過去賀龍灣 也沒有問題 而月亮灣有兩條路 包括是上路或者下路 通常都會選下路 下路多東西走 多東西看些 再加上它的斬道 是收得非常漂亮的 一點都不難走 你只不過是下樓梯那幾級 然後走到山谷 然後跟著河邊走就沒有問題 走到惡龍灣的位置 然後一口氣 上大約百多級樓梯 你就可以去到乘車 然後出回整個夏立斯景區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 走都不走 下車、拍照、拍完照 上回車 這樣玩法都可以 看看你的團隊 不講時間 不講時間的話 三個灣走完的話 大概是三個小時 如果你的團隊講時間的話 還有三個點 加加賣賣 45分鐘都有找 你說夏立斯 有沒有更多東西玩 有的 包括是這個遊船 然後還可以玩漂流 看回大家自己的能力開放 你說新疆的春天、夏天、秋天 其實都差不多 對我自己來說 反而是我對過冬天感興趣 因為這邊也叫做西北的雪鄉 再加上它和木這一邊 即是那個雲霄風 冬天是一個滑雪場 亦都有溫泉度假酒店 好像都做得不錯 看看我冬天有沒有機會 過來這邊去考察一下 去看看 你看到那個大堂 明顯就是 好像外國那些 叫做度假區 做得非常漂亮 但有一件事做得不夠好 因為這個景區是新開快的關係 它的景區那條路 暫時都沒有鋪得那麼漂亮 你看到很多時間都是 兩部車共用一條馬路 很危險 還有一點沙塵滾滾的跡象 玩完哈納斯之後 我們那晚會住在布爾津 即是之前上山時也住過 落山也住 然後就回到烏魯木齊 也就是整個旅程 最長時間的那一天 差不多500多公里 回到烏魯木齊 在這裡做什麼呢 我們會走個國際大巴閘 叫做 買一買你們在新疆所要的手信 回香港派街坊 但你好像說我們這些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那你自己逛逛街就算了 吃一下西瓜 吃一下蝦蜜瓜 現在貴了 3元一塊 以前說1元一塊 非常好吃 然後這邊還有酸奶 好正啊 他試一下這個名字 改過另一個名字叫Yoga 在香港一定是買斷市 我告訴你 超級好吃 因為那些酸奶酸酸的 然後再加上甜的東西 嘩 味道真是一流 回想起都想吃 整個國際大巴閘分開做兩部分 一邊就是逛街 另一邊就是美食街 烏魯木齊 作為新疆的首府 差不多整個新疆的美食 都可以在這個國際大巴閘 美食街找到 給你看看有什麼吃 有這個叫做 烤肉 甲子肉 然後還有一個烤魚 真的用木炭去烤 非常之正 看不看得到 好有這個原始的味道 我好喜歡 因為是個小朋友在賣酸奶 我以為整塊冰放在一個桶裡 然後把酸奶或者飲品 拔出來的東西 會在印度 或者巴基斯坦才會有 原來在我們新疆都有這些情況發生 這邊有些地方買這些 水雕皮 龍皮 之類 你說真還是假 整個國際大巴閘都不錯 挺好走的 走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就回酒店 當然 烏魯木齊的條件是好一點的 但一樣不好的事情 就是這間酒店 是需要電話號碼 營成WiFi 扣分 在這裡想推薦一間餐廳給各位 在烏魯木齊的 叫做月廣軒 因為這是一間非常有廣風味道的餐廳 我感覺到廣東一樣 好了 終於要回香港了 下班了 十二天了 好累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到新疆玩的朋友 同時寫給我們導遊領隊 和我們旅行社的寫字樓體 怎樣去改善行程 寫得更完美 有個基本概念 想找到這麼好玩的旅人 歡迎在留言區打 我想去新疆 我會把連結給你了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 小豆子 關注我打理酒店 大江南北 今晚做到1點鐘